儿子 明天你姐姐的孩子 半满月酒 我们全家都要过去 对了 关于随礼钱 你们兄弟俩商量一下 可不能太少了 要不然人家会看娘家人笑话的 让你姐姐以后再婆家 怎么抬头做人了 妈 知道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二哥 和他商量一下随多少合适 这个事你就别操心了 阿许说完 就拨通了二哥的电话 二哥 明天姐姐家的孩子 半满月酒 妈让我给你打电话 商量一下随里随多少 还说不能随少了 不能让大姐丢人 你看我们随多少合适 小弟 我和你嫂子刚才商量过了 我们准备随六千 你呢 什么 你们随六千块啊 怎么随那么多 是啊 怎么了 当时我们家办喜事 姐姐就是随的六千 我们最少也要随这么多啊 哦 没什么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和你弟妻也商量一下 看看随多少 那行 明天我们一起去吧 好的 到了晚上 老婆 明天大姐的孩子 半满月酒 咱们一起去热闹热闹一下吧 这可是喜事啊 那肯定要去的 老公 我们准备随多少礼合事啊 我跟二哥商量过了 二哥说 姐姐当时给他们家随六千 他们最少也要拿六千 我们只能跟他们家一样了 什么 六千 我不同意 就在这时 活泼走了进来 儿媳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二哥他们打算随六千块钱 你们也不能少啊 两个舅舅一样才对 我不管 如果要随六千的话 那我和孩子就不去了 老婆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咱妈说的也没有错呀 我们两家随一样的理财对呀 就是 小云可是你大姐呀 你大姐的孩子半满月酒 送少了会被人笑话的 其他人随多少 我管不着 但是你们应该和你二哥家一样 不然你们去了脸王打歌呀 好意思吗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妈 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孩子 半满月酒的时候 大姐随了多少吗 老婆 你怎么跟妈说话呢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老公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呢 我这个人就是别人敬我一尺 我敬别人一丈 这件事 我本来是不想再提的 但是现在是你们提出来的 那我可就要说到说到了 前几年 我们家孩子半满月酒的时候 大姐 他们家随了多少 妈 你知道吗 五百块 他们家只随了五百块呀 可是二哥家半满月酒的时候呢 他们家却随了六千块 我们两家的孩子半酒席 前后相差不到两个月吧 他怎么能这样区别对待呢 我们作为娘家的弟弟弟弟媳 我给他补一千五百块 就随两千块 这已经是我的人至义尽了吧 儿子 你看看你老婆 都被你灌成什么样了 你再不管她 她都快要上天了 呵呵 妈 你还想让你儿子怎么管我 送礼的事情 我们小两口商量就行了 你就别跟着瞎掺和 二哥给大姐随六千块钱 那是因为她欠她家的礼钱 我们可没有欠她的 随多少都是我们的心意 儿媳妇 你也别太计较了 小云她现在手头也不宽裕 正是缺钱的时候 她怎么可能不宽裕呢 她给二哥家随礼随六千块 给我们家随礼随五百块 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呀 妈 你要是这么说 那不好意思 我现在手头也不宽裕 也没有钱 儿子 你是不是个蛮人啊 怎么连句话都不敢说了 妈 这件事我和我老婆商量就行了 你就别管了 你可真是个窝盲费 到时候你要是比你哥哥随得傻 我看你丢不丢人 妈 送礼是人情世故 你来我往的 又不是非要打肿脸冲胖子 也不是为了别人眼中的面子 再说了 礼尚往来的事情也要看情况 是大姐她先区别对待的 况且我们已经给加了一千五百了 这也是我们的心意啊 是啊 妈 我老婆说的对 我们家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反正我的意思我也说了 如果你们听我的 随礼两千块 我们一家人就高高兴兴地一起去 如果你们非要随六千块 那以后你们就在大姐家住吧 如果你们不尊重我 不把我当回事 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儿子 你倒是拿个主意 你们到底随多少 妈 你如果觉得 我们随两千块没有面子 那麻烦你跟二哥说一声 让他也随两千块吧 什么 小云以前给他家随了六千块 他现在凭什么随两千 这样岂不是更没面子了 所以啊 刚才我老婆说的不错 当初大姐给我们随了五百块 我们现在给他加一千五百 就是两千块 我怎么就没有面子了 你 你们这是蛮不讲理 你们要是随两千块 你们就别去了 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不去就不去 再说 我怎么不讲理了 当初我和二哥加半喜酒 才相差两个月 大姐他给我加随五百 却给我二哥加随六千 那我凭什么要跟二哥随的一样多呀 真是尽忠者赤 尽末者黑 你跟你老婆生活了几年 现在变得跟他一样斤斤计较 我告诉你 这个礼你必须随 屏幕前的你 觉得这个礼 到底该随多少合适 兄弟 上次你借了我的车 有三个违章 不仅罚了六百 还被扣了九分 你看这是要怎么处理 什么 这怎么会是我呢 我一向开车都很小心的 不存在违章一说 你是不是搞错了 不会错的 最近我的车 只有你借去开过 别人动都没动过 包括我自己 我好歹也开了六七年的车了 会不会违章 我难道不知道吗 你是不是故意赖我呀 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 我何必无中生有呢 这也不是我的作风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不是我违章的 你自行处理吧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 你怎么不敢承认呢 这段时间 我的车除了你开过 没有别人碰过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什么意思 我都说了我没有违章 你今天非要说诚是我吗 你以后要是不想借车 你直接说啊 何必给人泼脏水呢 真是太不仗义了 那我问你 你借车那天走的是幸福路 信息显示 两次违规都是在幸福路 那肯定不是我了 我借车那天走的是相思路 全程都没有经过幸福路 可是违章的时间 就是借车给你的时间 难不成你人在相思路走 车子自己跑去幸福路了 你到底有完没完 我都跟你说了 不是我违章的 你还在这磨磨叽叽的 有这个时间跟我辩解 还不如赶紧去处理一下违章 这么简单的是 既耽误不了你多久时间 也花不了你几个钱 自己搞定一下不就完事了吗 你以前借的车 不管是给我刮蹭 还是磨到了 也是从没跟我交代一句 我当你是兄弟 也没说什么 如今你还这样的态度 你也不想想 我每次把车借给你 油都是满了 你每次还车回来 哪回油箱不是空的 还一滴垃圾 我现在才发现 你怎么跟个娘们 一亚爱翻旧诈 斤斤计较 这不过是几百块钱的事 你跟我扯这么多有意思吗 再说了 我什么态度 我自认为我态度好着呢 不说了 真是没劲透了 我还有事要忙 没空和你废话了 行 你去忙吧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怎么样 你大概不知道 违章是会被电子眼抓拍的吧 全是高清图 你穿什么衣服 脸上什么表情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前面是给你面子 不想说得太直接 想不到你自己要把脸皮撕破 简直不地道 不就是不想处理 不想给钱 铁了心有赖账 把我当冤大头是吗 没问题 这违章我自己处理了 这钱算我自己的 但是我们之间的聊天记录和违章图 特别是你开车得意的样子 我会打印五百份到你小区 和你公司楼下贴一贴 发一发 让所有认识你的人都看一看 认一认 特别是你公司的领导 也让他们清楚一下 他们麾下的员工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兄弟 别这样 可不敢开这种玩笑啊 咱们之间有什么事 不能好好说吗 我刚才想起来了 那天走的好像就是幸福路 违章应该是我的 理应由我处理 都怪我这两天忙于工作 所以 有点记不清了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我一般计较啊 你不是很能辩解吗 你不是不承认吗 怎么这么快就认怂了 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 事务繁忙 日理万机 没关系 你去忙吧 等明天我把该做的事情一做 或许以后 你就不用那么忙了 可以闲下来好好整理思绪 记性就不会那么差了 兄弟 我知道错了 你我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晚上我请你吃饭 这时就算了 你也挺忙的 就不要那么认真了 呵呵 现在你想起 跟我是兄弟了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啥样 跟我称兄道弟 你简直侮辱了兄弟 这两个字 不过由你嘴里说出来 请客还真是难得 说起请客吃饭 我倒是想起了那么两三件事 这一年来 我请你吃饭三回 每回我只叫了两三个人 而你呢 总是自作主张 把你自己的朋友全都叫来 一来就是七八个 原本我八百块钱 就能搞定的事 你总是让我多花个三四千 你说这样的账 又该怎么算了 不是你说的请客吗 我想这人多热闹 这才多叫了一些 而且可以拓展你的人脉 你也不损失啊 你真当我是愣头亲吗 什么是朋友 你懂吗 什么是有价值的人脉 你懂吗 还有 请客吃饭 主人请谁 就是谁 客不带客 除非是你自己请客 这是交友的规矩 这你难道都不懂吗 兄弟 其他就不说了 你就得饶人处 且饶人把 别把事做得太绝了 就算以后 不当我是朋友了 也别多个仇人啊 我才工作不久 也还没娶媳妇 有什么条件你说吧 只要别太过分就行 你以为我很闲吗 我好心好意见你车 你还跟我耍外皮痘心眼 都是男人大丈夫 不拘小杰 本来想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算了 你要是认个错 态度好意 咱们就还能处 谁知你错就错了 还错得理直气壮耀武扬威 那就别怪我跟你翻就账 好 这账我认了 加上之前请客的事 总的算五千吧 晚点我就给你转过去 这事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吧 不用给了 用这一点钱 看清你的嘴脸 我觉得太值了 我告诉你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别自作聪明 总是把别人当傻子 否则你的下场 就是亡火自焚 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你们支持男生的做法吗 妈 昨天酒席上的分子钱 都收好了吗 正好我想拿去用一下 钱收好了 不过我已经存起来了 就放我这里保管吧 可是婚庆公司那边的尾款 还没付清了 所以我想用这个钱 给人家结算一下 都说是尾款了 那一定也没多少 就让你爸妈掏钱吧 这不妥吧 我爸妈已经出大头了 现在尾款理应 我们自己出 而且我之前 就和阿浩商量好了 这个分子钱拿来付尾款 他也是完全同意的 阿浩刚结婚 他懂什么呢 你们以后花钱的地方 还很多 该省的还是得省 现在让你父母好人做到底 多拿点钱帮一下女儿 也没什么吧 这是不能混为一谈吧 为了我结婚 我爸妈已经出不少钱了 现在还要叫他们拿钱 我怎么说的出口呢 你自己的父母 有什么好为难的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一个小弟 你现在要是不多 花点你父母的钱 将来他们的钱 可都要留给你弟了 我既是嫁出去的女儿 自然也不该贪投娘家的财产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才过门第一天 就跟我顶嘴吗 你也不想想 我会让你那么做 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如果你为了我好 那就把份子钱给我吧 不管是要存还是要花 我心里也有分寸 我明白你的意思 说到底 你还是不愿意 跟你爸妈张口呀 既然如此 那我就勉为其难替你去说 我相信亲家母 一定是善解人意的 他们准能为你出这个钱 不行 这才结婚第一天 你就去找我爸妈要钱 别人还以为 我们有多困难 那怎么办呢 我既想帮你们保管钱 你又不肯向你父母开口 那婚庆公司那边的尾款 可就付不清了 妈 其实我和阿浩 对这笔份子钱都规划好了 我们确实需要这笔钱 你还是直接给我吧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不信任我吧 婚前我借你那么懂事 谁知才嫁进来 你就跟我抬杠 和这之前的表现 你都是装的吧 我没有不尊敬您的意思 我只是在跟你就是论事 这个钱 我们之前就商量好了用处 现在时机到了 你自然应该给我 不是吗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你嫁来我家的第一天 就要跟我唱反调来 忤逆我吗 我倒要四处打听一下 哪家新媳妇 第一天就敢跟婆婆要钱的 还张嘴闭嘴要论道理 要我说你敢来要钱 首先就已经没道理了 可我要的是我和阿浩的钱呀 我也不是要你的钱 而且结婚的时候 你也是说过的 你是替我们代收 等账目清楚了就交给我的 不管我说了什么 我到底还是帮你们存钱了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们好 钱放在我这里 你完全可以放心 等再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你婆婆我是一个 非常好相处 明事里的人 你要是听话 咱们之间就什么事都没有 别忘了 这一家人在一起 和和睦睦才是最重要的 算了 我也不想和你争论下去了 晚点你儿子回来 让他跟你说吧 半个小时后 婆婆知道儿媳妇 一定会找儿子告他黑论 于是他截足先登 没等儿子回来 就打电话给他先大吐骨水 还添油加醋的 把事情说了一遍 老公下班后 就直接找到了老婆 老婆 你怎么和我妈吵起来了 听说你把她气到了 你消息来得可真快 我都还没诉苦呢 她倒先跟你告状了 真是以老卖老 我知道你是为了分子钱的事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妈的不对 不过 她现在执意要把钱留着 我也没办法 那怎么办 婚庆公司那边 还等着我们去付尾款呢 还有你不是说过两天 要带我去度蜜月吗 现在没钱了 还怎么去 没事 这个我来想办法 陨诺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办到 至于我妈那边 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 咱们的想法 她根本理解不了 索性就这样吧 可是我真的好生气 你妈怎么能这样呢 才结婚第一天 就对我这个态度 算了 不要难过了 不管怎么说 我妈也是想替我们保管钱 她总不会害她儿子吧 假以实 说不定你也能发现 我妈人不错的 而且她说的也对 之所以这样做是 防止我们乱花钱 等以后我们真正需要钱的时候 随时找她就可以了 说来说去 你还是站在你妈那边的 我没那个意思 你是我老婆 我当然是要帮你了 总之事情我来帮你解决 你就不要想太多了好吗 现在就准备准备 过两天 我们就去度蜜月吧 那好吧 希望你妈 是真的替我们保管 以后能还给我们就行了 第二天 婆婆悄悄找到儿子 儿子 妈有件事情跟你说 希望你能答应我 妈 有什么事情 你就直说吧 是这样的 妈想要你的工资卡 你给我吧 这不好吧 我以后的开销 还指望这个钱呢 我就知道 你结婚后会乱花钱 这就是我不肯 把五万份子钱 给你们的原因 你现在就把卡给我 以后我来替你保管 把你赚的钱 一分不少都存起来 不行的 之前你把份子钱拿走 小云就很委屈了 现在再把工资卡拿走 她一定会生气的 你怕什么 她要是有意见 尽管让她来找我 你就不该一直 灌着她的臭脾气 如果凡事都要听她的 那以后的日子 还怎么过 像当年 妈妈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知道 怎么样管教 一个儿媳妇 你就放心地 交给我吧 妈 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我们是一家人 你别总是敌对她 她嫁到咱们家 就是你的儿媳妇 相当于是你的女儿了 你不该对她 和善一点了 你懂什么 这就叫立威 你以为我闲得发慌 愿意管这么多吗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难不成你有了媳妇 就不认我这个娘了吗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是我母亲 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事实 可我要是把钱都交给你了 以后我和小云花什么呀 难道我们平时买的东西 都要来找你要吗 你傻了吗 你媳妇也有工作的呀 她的工资也不低 够你们日常开销了 以后你就多花她的钱 我知道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 所以你们平时都要省着点 特别是你媳妇 你要盯着她 别由着她大手大脚 等将来你们真有需要用大钱的地方 你们再跟我开口 保证随要随到 那行吧 不过我这里面的钱也不少 你要保管好 别让谁骗了去 放心吧 你妈妈我比谁都要精 保准出不了事的 至于你媳妇那边 你就跟她说 从以上班开始 你就把钱放在我这里保管 别说是今天才拿的 好吧 不过你也放心 小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等我跟她好好讲清楚后 她会理解的 再说了 反正将来你能全部还给我们 她也没啥可说的 那就好 以后你就好好上班 钱的事情妈给你担着 你们觉得结婚的份子钱 应该交给婆婆保管吗 而媳妇知道了 又会怎么做呢 街上集 一转眼八年过去了 夫妻二人也生了一儿一女 可是眼下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房子太小不够住 老婆 你看咱们家这房子不够住了 要不我们重新买一套吧 俩孩子都不小了 儿子和女儿总要分开住的 是啊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总感觉家里的空间变小了 特别是现在孩子 要写作业 需要单独的房间 咱们这房间实在有限 那过几天 我们就去看房子 我大概算了一下 这八年来我们存在妈那里的钱 足够我们买一个比较大的房子了 那就好 还是妈有远见 早早就替我们存钱了 回头 我们真买了大房子 可要好好感谢一下她 你现在不气她了吧 之前因为没给我们带孩子帮忙 你可是有怨言的 算了 那个事情就不提了 现在孩子也大了 说那些也没用 况且你妈说的也对 卫生就要会养 那才叫本事 这话我可记着呢 老婆 这几年确实辛苦你了 里里外外没有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了 我想好了 等这回我们买了房 我就把卡妈回来 将来好好补偿你 行啊 那我可就太期待了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我们就去看房子吧 争取这个月 就把房子的事敲定了 几分钟后 儿子跟儿媳妇去找婆婆拿卡 可是婆婆躲躲闪闪 恨不情愿 妈 我们这房子太小了 我和小云准备去买一套大的 你把卡给我吧 儿子 卡里的钱都被我花了 什么 你没开玩笑吧 卡里那么多钱 你花哪去了 儿子 你别着急 其实我本来是想跟你说来的 只是我还没想好 怎么开口啊 什么意思 你倒是说呀 难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不知道吗 对 就是发生了大事 不过是大喜事 你放心吧 最近咱们家的大事 除了你大哥结婚买房 其他的也没什么呀 难道说 大哥结婚买房的钱 你是花我们的存款 你就别大惊小怪了 好歹这也是你们做的一件好事 不是吗 你有没有搞错 你用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拿去给大哥用了 那我们呢 我们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行了 你就别这么多问题了 你现在家里只是小了一些 忍一忍总能过去的 你大哥的情况就不同了 还能继续等下去吗 再说了 那个钱是我替你们存了八年 要是没有我 你们照样都花光了 哪里会存到那么多 你这么说就欺人太甚了吧 你是怎么想的 我也是您的儿子 你这么做是想拆散我这个家吗 你是我儿子不假 可你大哥也是啊 他单身了这么多年 连个对象都没有 要不是这次我一口气给他买了房 你以为女方家会愿意嫁过来吗 而你就不同了 你和小云两个都能干 你们有房 又有稳定的工作 孩子也那么大了 将来你们的日子可好着呢 就因为这些缘故 就必须要把钱让给大哥吗 当然了 你们是亲兄弟 你不帮他谁帮呢 大哥他自己不务正业 不上进 他找不到媳妇买不起房子 能怪我吗 就他这种得过且过的状态 每个女孩子敢跟他过 不准你这么说 他再不好 他也是你大哥 你这个做弟弟的 为什么不替他多考虑一些呢 俗话说 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 在你大哥有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这件人生大事上 你就应该大力扶持他 就算我和他是亲兄弟 帮助他也应该有个度吧 你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拿走了 而且连生招呼都不打 这样谁能受得了 你儿媳妇信任你 才让你保管的 你这样做以后 他还怎么对你好 还能在一起生活吗 你怎么不想想后果呀 我就知道 要是和你们商量 你们一定是一万个不同意的 所幸我也不指望你媳妇 以后能给我好脸色看 毕竟这个儿媳妇 是你自己找的 我可不怎么喜欢 反倒你大哥的媳妇 那真是合我心意 如果以后 小云不愿我住一块了 那我将来就和大媳妇住 不劳你们费心了 你这是为自己谋划好退路了 所以才这么肆无忌惮吧 当初我把我的工资卡交给你 是想着你年纪大了 手里拿着钱会有安全感 所以才让你保管呢 可是万万没想到 你居然为了大哥 把我们的钱花个精光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的行为 可能让我妻离子散呢 还是说你只为了大哥 完全不顾及我了 你这么做 太让儿子心寒了 你也别这么悲观 小云跟着你 都生了两个孩子了 他这辈子还能去哪里 拖着两个孩子 谁肯要他呢 你就放心好了 你的家是散不了的 相反的 小云这辈子肯定是跟定你了 而且你也该体谅一下我 你大哥今年都三十多了 我作为母亲 能眼睁睁看着他 一直打光棍下去吗 还是说你结婚以后 就只顾着你的小家 一点亲情都不讲了 你这样会让我伤心的 你花了我们的钱还有理吗 好像大哥没结婚没有房子 是我们的错一样 你们没错吗 你也一早就知道 大哥的情况了 可你们就是没有替他打算 要是你们心里 还顾念着一点亲情 你们也早该替他谋划一番了 我也不至于这么做 妈 我也在一旁呢 你这么说话 就完全不管我们的感受了吗 你是不是以为吃定我们了 所以你怎么样 我们都拿你没办法是吗 就你今天说的话 和你做的事 真的太让我们心寒了 你这样做 以后我都不可能再接纳你了 我就知道 我儿子不可能平白无故 跟我计较那么多 原来旁边还有你这么个军师在呢 总之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也如愿看到我大儿子结婚买房了 你又能怎样呢 为一万步说 我全程花的都是我小儿子的钱 我可没花你的一分钱 你又能拿我怎样 妈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怎么不能说了 我替我自己的孩子筹划 我有错吗 你也是的 他是你大哥 如果他没房子 哪个女孩愿意和他过日子 你们这么帮他 他会记住你们的好 又何必这么斤斤计较 我相信将来你大哥有出息了 他会报答你们的 就他那样好吃懒做的人 你还希望他有出息 他娶了谁 就是害了谁呀 住嘴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儿子 不就是因为钱吗 大不了这笔钱 就当是我借的 以后妈会还你们的 你怎么还 你有工作吗 你有收入吗 你不也是靠着我们生活吗 这些年你没有为我们出一份力 跟着我们住 没让你花一分钱 你把自己的钱偷偷给大哥 也就算了 还把我们的钱也搭进去了 你真是一个好婆婆呀 从今以后 我们家再也供不起你了 你搬去跟大哥住吧 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是你的长辈 是你的婆婆 最起码的尊重你懂吗 那我就直说了 像你这样整天喜欢 以老卖老的长辈 根本不值得我来尊重 还有这件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退让的 无论如何 我都要让你把我们的钱吐出来 凭什么 这些都是我儿子的工资 是他辛苦上班存下来的 你以为你有多大的贡献了 妈 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这些年 我老婆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你不是没看到 你赶紧给他道歉吧 让我道歉 是不可能的 我白养你这么大了 就让胳膊肘往外拐 帮着一个外人说话 行了 都别废话了 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还有 今天天黑之前 赶紧从我家搬出去 否则我就把你的东西都扔了 搬就搬 你以为我没地方去了吗 我大儿子家可好着呢 我大儿媳可孝顺着呢 他们还发布得我赶紧过去住呢 那就请好吧 我们不送了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得意到几时 半个月后 儿子 你还是来接我一下吧 你大哥大嫂嫌我碍事 不让我住 妈在这里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你不是说他们很孝顺 大哥会有出息吗 那就让他们好好给你表现一下吧 儿子 妈知道错了 你就来接我吧 我是不会去接你的 就这样 我还要上班了 儿子说完 果断挂了电话 一个月后 小云起诉婆婆和大哥的官司胜住了 夫妻俩总算要回了自己的意见 不过从那以后 婆婆就只能回乡下自己住了 你们支持儿媳妇的做法 妈 听说我姐夫重大奖了 三千万呢 这是你知道吗 儿子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 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呀 妈 我没有说梦话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什么 这小子到底踩了什么狗屎运 能这么幸运 我也不知道 我听我姐说 等过完五一他们就要去领奖 今年五一旅游的人太多了 火车票都买不到 领这种大奖还得去市里 儿子 你的意思是 他还没对奖是吗 是啊妈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你可真是我的傻儿子 只要他还没对奖 咱们就有机会呀 妈 什么机会呀 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 彩票这个东西又不是实名制的 谁拿到就是谁的 咱们想想办法 把你姐夫的彩票搞到手 这样咱们以后就不用为生活发愁了呀 妈 你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啊 有什么不太好的 谁叫那个没良心的 还叫你还钱 你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当初创业管他要五十万 最近总管你要 可真是小气 可是妈 我听说是我姐夫的母亲生病了 要做手术 所以急需用钱呢 不管什么理由 他也不能管你要钱了 咱们凭本事借的钱 凭什么还要还给他 妈 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我一时间尽不知道怎么反驳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的彩票搞到手啊 这个太简单了 你难道忘了 你姐夫家还有一个咱们的人了吗 妈 你是说我姐啊 我的天哪 你简直是太聪明了 可是他能帮咱们吗 他可是出了名的护着他老公啊 要我说 你就是没长脑子 他是我女儿 我可太了解他了 就因为他像着他老公 所以他非常在意 小云他脑子还笨 我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就利用这个 我就能让他为我所用 妈 你可太厉害了 等我们将彩票搞到手 你得给我买个跑车 加一套大别墅 行了行了 你个臭小子 只要这次成功了 这钱不都是你的 你想买什么都行 妈 我真是太开心了 对了 你什么时候联系我姐啊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母亲说完 就给女儿打去了电话 女儿啊 妈最近头有点疼 站起来就迷糊 感觉整个世界都在转 你过来看看妈呗 妈 你怎么了 是不是感冒了 我弟弟呢 你让他照顾你一下 我现在就过去 半个小时后 小云就赶了过来 妈 弟弟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妈 你不是说你脑袋疼吗 我看你挺欢事的呀 你这个死丫头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其实我把你骗过来 是有事情和你说的 有什么事情 你电话里和我说就好了呀 还说你病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呀 好了 女儿 先别说那么多了 我问你 浩宇是不是真的中了 三千万的大奖 是啊妈 我刚想告诉你来着 没想到你比我先知道了 妈 这回我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以后再也不用上班了 哎 中奖确实是好事 可是妈 就是怕你被骗了 毕竟男人有钱就变坏呀 妈 我没有被骗 浩宇都把彩票给我看了 确实是中了三千万 儿子 你看我就说你姐傻吧 这都听不明白我的意思 妈 你说的还真对 那你快和她解释清楚啊 你俩在那块小声说什么呢 是不是在夸我眼光好啊 夸人就大声说出来吗 我不会不好意思啊 呵呵 对女儿 我们就是在夸你眼光好 可是女儿啊 你知道吗 看人不能看表面啊 这人啊 一旦要是有了钱 这你平时看着他好的人 他都保不准会变成什么样呢 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懂啊 女儿啊 我就实话和你说了吧 我知道你非常在意浩宇 我作为母亲 也为你能找到自己的归宿感到欣慰 可越是这样 我就越见不得你们分开 曾经浩宇是没钱 这如今突然有了三千万 我怕他会看不上你啊 你说他要是有了钱变坏了 把你耍了 那你可怎么办啊 妈 浩宇才不会是那样的人呢 女儿啊 你还年轻 很多你不懂 其实男人都差不多的 你看你父亲 不也是做了点生意 赚了点小钱 就把咱们母子抛弃了吗 何况现在浩宇 有了三千万了 那可是你父亲的百倍有余 你说你能不早做打算吗 小云听着母亲这么说 陷入了沉思 搬上后 妈 我不能没有浩宇啊 可是你说我该怎么办 见小云这么说 母子俩都笑了 小云啊 你是浩宇的枕边人 你应该知道 她的彩票放在哪 彩票这个东西你也知道 谁拿到算谁的 等你回去后 你找个机会 将她拿出来交给我 你不方便出去 妈去给你对奖 然后存到你卡里 这样这钱 不就是在咱们手里了吗 你那么爱她 你肯定不会离开她的 这样你就相当于 牢牢把握了财政大权了 你还怕浩宇离开你吗 妈 可是 可是这样做 会不会不太好啊 浩宇的母亲生病了 现在急需用钱做手术呢 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 我可是你亲吗 我还能害你吗 再说了 那也是你婆婆 等我把钱兑出来 我还能不给我亲家治病了吗 你个臭小子 你赶快说话呀 别在那快干储着 对啊姐 我是男人 我最懂男人 咱们妈说的不无道理啊 你要早做打算 咱们都是一家人 怎么可能坑你呢 本就是恋爱脑的小云 经过母亲和弟弟的忽悠 竟然也开始动摇了 妈 弟弟 你们说的对 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做 第二天 小云就真的把彩票拿来了 妈 就是这张彩票 你们一定要保管好 浩宇还不知道 我将它拿了出来 等过完结 你们就去对讲 女儿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保管好它 对了 我这卡里有六十万 是当初浩宇取你给的礼金 你先拿过去 给你婆婆治病 妈 这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给你你就拿着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 怎么可能看你婆婆受苦啊 妈 谢谢你 你简直太为我们考虑了 姐 你赶快拿着吧 咱们都是一家人 好 那我现在赶紧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浩宇 女儿 那你赶快回去吧 好的妈 小云说完 就离开 送走小云后 弟弟就忍不住开口的 妈 你这一招简直太棒了 有了这张彩票 我们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 儿子 这都是小菜一碟 妈活了这么多年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种小事 妈只需要略施小计 便可成功 妈 那我姐夫知道后为难我姐 可怎么办啊 你怎么管的那么多 谁叫那个丫头整天向着她老公 给她点教训也好 然而事情很快就外露了 一小时候 浩宇怒气冲冲地拽着小云 就来她的镇里娘家 浩宇 你这是做什么呀 你怎么把我姑娘弄哭了呢 你这个老太婆 在那块给我装什么 分明就是你指使她偷我彩票 怎么到现在你还在给我装 我彩票是不是在你那块 你抓紧给我拿出来 你在说什么呀 我买的彩票 当然是在我这块了 老太婆 你真是睁个眼睛说下话呀 那分明就是我的彩票 是你让她偷走的 张晓云 我没想到我这么护着你 你竟然这么对我 浩宇 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啊 现在彩票都在你妈那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是我妈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了 所以我想着 把彩票拿过来给我妈 让她对讲后 将钱存到我卡里 这样就不怕你变坏了 女儿 你说什么呢 这分明是我中的彩票 我真是没想到 为了这钱 你竟然和你老公合伙来演戏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 就是啊姐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再说了 姓王的我妈 已经给了你六十万了 你还想怎样 我真没想到我姐 竟然嫁给你这么个白眼狼啊 你把我姐都带得六亲不认了 你见我妈买的彩票中了大奖 你心思就开始活络了 成天来我家找我们借钱 最后我妈迫不得已 给了你六十万 你竟然还不满足 竟然还说这彩票是你买的 有什么证据啊 你这个不学无数的东西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分 姓王的 你少跟我教话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呀 王浩宇 你别骂我儿子了行吗 我不就是中了个大奖吗 你也不至于 因为钱闹得连亲人都不认了呀 妈 当初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我当初和你说什么了 这就是我中的彩票 我真没想到 我一心带大的女儿 眼里竟然只有钱 小云此时才明白 自己中见了 老太婆 我最后问你一点 你把不把彩票还给我 我告诉你姓王的 休想打我们家彩票的主意 行 你们以后别哭着来求我 哈哈 王浩宇 你可真搞笑 我们现在可是千万富豪了 那可是整整三千万啊 你觉得我还会求你吗 你真是痴人说吗 你们要是不信 那咱们就走着瞧 浩宇说完 就和小云离开了 妈 姐夫这张中了三千万的彩票 终于是咱们的了 还得是老妈你的计策膏啊 利用我姐将彩票拿出来了 你看没看到刚才浩宇都气疯了 你说回去后 她要是为难我姐可怎么办啊 那是她自己活该 嫁出去这么多年 她为你考虑过吗 咱们凭本事管你姐夫借的钱 你姐还帮着她老公说话 天天叫你还钱 妈 你说这好歹也是我姐他们中的彩票 要不然等咱们把奖兑完后 给我姐送过去点吧 那怎么行 你以为这三千万这么扛花吗 况且中了三千万 等你去兑奖的时候 实际到手是没这么多的 也就两千多万 你再看看 你也老大不小了 现在城市里的房价那么贵 你总不可能一辈子窝在农村的 除了房子 你还得买辆车 以后你孩子出生了 那也都是钱 这点钱都不一定够用 你还想给你姐送去点 你可真是大方 要我说你就是傻 妈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还是听你的吧 而此时浩宇这边 浩宇 多亏你了 要不然我真的上当了 我真没想到 我妈和我弟弟竟然能合起伙来骗我 现在我心里太难受了 我不知道我是高兴还是伤心 小云 你就是太心善 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要不是那天我看出来你不对劲 在我追问下 你给我说了实话 不然咱们这回损失可就真的大了 是啊 老公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再也不相信别人了 我妈和我弟弟都能这么坑我 我以后能相信的只有你了 好了小云 你别哭了 原来就在小云 从母亲家回来的当天 小云 你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看你怪怪的呀 是岳母出什么事情了吗 不行 咱们抓紧带岳母去看病吧 病不能拖呀 浩宇 我妈没什么事情 就是天气太热 有点中暑了 吃了点药好很多了 现在已经没事了 那行 没事就好 等咱们这三千万的彩票兑完 咱买一个大房子 将岳母和我爸妈都接过来 这上了岁数的人了 不在身边 而你确实都惦记 到时候再请个保姆 这样做饭也方便了 你就在家带孩子 我拿点钱 看看投资点什么 不能做吃山空啊 老天给了我这么大的机会 我可不能就这么浪费啊 小云你说是不是啊 小云 张小云 啊 浩宇 你刚才说什么 小云 你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你别憋在心里 和我说说吧 那好吧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男人有钱了 就会变坏吗 小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不知道吗 老公 我不能没有你 你不要有了钱 就抛弃我好不好啊 你说什么傻话呢 是不是谁又和你说什么了 我就实话和你说吧 我妈今天根本没什么事 她叫我过去 就是为了让我把你中奖的彩票 偷偷拿出去给她 她说 她会去帮我对奖 然后将钱存到我的卡里 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你也知道 我爸就是赚了点小钱 就将我们抛弃了 我也怕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现在好纠结呀 你说我要不要将你彩票 偷偷拿走给她呀 老婆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 你也知道你弟弟不学无术 现在也快要到了结婚的年纪 我怀疑你妈和你弟弟 都是在合伙利用你 怎么可能啊 那是我亲妈和我亲弟弟呀 他们怎么可能会那样对我呀 这样吧老婆 你不就是怕我有钱就变坏吗 这奖对出来 我也可以直接存到你的卡里 这样你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那我妈那边我怎么交代呀 这样吧 你也知道我一直守着同一组号码 你就把我之前买的彩票 拿去给你妈 到时候 如果他们真的会像对你承诺的那样子 咱们也拿出一笔钱帮帮你弟弟 就算你妈和你弟弟有什么疑心 这样咱们也损失不了 那他们不会看出来吧 不会的 他们不总买看不出来的 那好 那我听你的 老公 多亏那天你看出来了端倪 我把彩票给了我妈 他们竟然一口咬定 那是他们自己买的 还说我和你合伙演戏 就是看上了奖金 他们这么利用我 我真是太伤心了 好了 别哭了 等五一一过 咱们就去对奖 现在是真抢不到去市里的票 而此时的丈母娘 正在和邻居聊天 小李呀 你这房子好好的 你扒拉干什么呀 张姐呀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咱们这块马上就要拆迁了 我这不想着趁着还没来测量呢 把这个房子搬了多盖几间 到时候也能多要点钱 什么 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怎么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呢 你看你不知道 我是村里的大喇叭吗 这种事情我还能骗你 我远房表弟就在市里工作 人家那边都放出风来了 也就这段时间就来测量了 我劝你也抓紧弄吧 到时候来人测量 你再弄可就晚了 这一下子可差了好多钱呢 得知消息的丈母娘 连忙赶回家找到了儿子 儿子 儿子 好消息啊 天大的好消息啊 妈 又有什么好消息啊 让你乐成这样 儿子 刚才你李沈跟我说 咱们这快要拆迁了 估计会有不少的赔偿款呢 妈 真的假的啊 这也太好了吧 好是一桩接着一桩 咱们先是拿到了我姐夫的三千万 现在这又要拆迁 看来这走大运的人实际上是我啊 可是儿子 你李沈现在在拆房子了 咱们也得赶紧行动啊 妈 咱们不是被拆迁的吗 怎么还要帮人家拆房子呢 这不是他们的工作吗 你个傻儿子 什么时候能长点脑子 咱们把这个房子拆了 多盖几间 到时候就能多分点钱了 我的天呐 妈 你这脑子是什么做的 怎么这么聪明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啊 行了 你就别不为我了 眼下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钱 原本我手里还有你姐夫 娶你姐给的六十万里金 但是前两天刚给你点 现在我手里就剩下五万块钱了 咱盖房子钱不够啊 不行 我得去找你姐 把钱要回来 妈 你可别了 到时候你让她知道咱们要拆迁 不还得给她分一份吗 对儿子 这句话你说到点上了 那你说咱们怎么办了 手里没有钱 我们怎么盖房子 妈 这件事你不用着急 现在盖房子也不是一次节情 你先用手里的钱找人先干着 这五一眼看着就要过完了 等五一过完了 咱们就去市里把大奖对 等领完奖再给他们后续的工程款 这有了三千万 什么房子盖不了呢 对儿子 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妈 你就是着急了 那行 那我就先找人来弄吧 再晚就不敢烫了 那咱们晚上住哪啊 朱卷旁边还有个小仓房 咱俩先在那块对付对付吧 眼下的苦不算什么 只要熬过了这段时间 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 就这样 母亲很快就找人拆了自家的房子 母子二人也在朱卷旁边的小仓房 对付了一宿 老婆 你说你妈他们如果知道 你从我这偷走给他们的彩票是假的 他们会不会找我拼命啊 老公 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要不是你让我给他们一张假彩票 我就被他们给骗了 我真没想到 我妈和我弟弟为了钱 竟然这么不择手段 可是我听说 你妈和你弟弟觉得自己有钱了 把房子都拆了 准备多盖几间 只为了多要点拆迁款 真是贪婪 这样的人 我是不会再管他们了 而此时 丈母娘这边 妈 这朱卷旁边的仓房也太臭了吧 我每天晚上睡得都不好 真是太难受了 儿子 咱们不也是为了多弄点拆迁款了 你就忍一忍吧 再说了 咱家房子都已经拆完了 听说再有一段时间拆迁的就来测量了 咱们得赶在他们来之前 将新房子盖好啊 妈 你说的对 那我就忍一忍 儿子 眼看着这五一也过完了 我估计火车票应该能买到了 你抓紧去把三千万的大奖 对了 我这边还等你的钱来盖房子吗 我现在手里的钱根本不够用 妈 那你在家看着工人干活 我现在就去市里把大奖对了 张好说完 就连忙去市里对奖了 可是没过几个小时 张好就又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儿子 你回来了 三千万是不是对出来了 那真是太好了 这下子咱们也是有钱人了 你抓紧给我转过来点 让你妈 我也感受一下有钱的感觉 妈 赚什么赚啊 钱根本没兑回来 这怎么可能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儿子 你快说呀 妈 我去的时候将彩票给工作人员看了 他们说我拿的这七彩票根本没中奖 说让我回家翻翻 可能是拿错了 可是我们家就这一张彩票 怎么可能拿错啊 怎么会这样 难道你姐给咱们的彩票是假的 妈 我看都是那个姓王的搞的鬼 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让我姐把彩票偷出来后 那王浩宇一点都不慌张 正常人中了三千万的彩票 丢了肯定着急的不行了 他却还在那边放狠话 这一切肯定就是他搞的鬼 你说的对 你姐这个白眼狼 竟然和外人一起算计我们娘俩 妈 他们太过分了 咱们房子都拆了 马上就要把拆迁测量了 这要是不赶紧盖起来 别说那三千万和拆迁款了 咱们连珠的地方都没有了 你快想想办法 你别急 咱们现在就一起去找你姐他们算账 半个小时候 丈母娘和小舅子怒气冲冲地 来到了浩宇家 王浩宇 你算什么东西 你竟然和我女儿 合伙欺负我们母子俩 你眼里还有没有 我这个丈母娘啊 老太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好端端地 怎么欺负你们娘俩啊 姓王的 你别给我说那么多 你赶紧把三千万给我拿出来 你们俩搞笑的吧 这彩票明明是我中的 跟你俩有什么关系 你们是没偷成 敢用墙吗 我不想听你说那么多 你是我姐夫啊 你中的彩票就应该分我一番 你要是脑子有问题 你就去治一治 别跑来我这里发疯 女儿 你干站在一旁干什么呀 你还不管管你老公 你看看他说的都是什么话 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丈母娘 你够了 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自己不清楚吗 现在还有脸过来管我们要钱 要不是我老公识破了你们的诡计 现在我早就被你们骗了 我们骗你什么了 他就是个外人 这么多年 一到关键时候 你就向着你老公 我真是白仰你这么大 你就是个白眼狼 我白眼狼 你们干的事情 你们好意思说吗 你们知道我好骗 你假装头疼 把我骗回家 和我弟弟一起忽悠我 让我把彩票偷出来给你们 还说是为了我 最后呢 你们竟然说 那彩票是你们中的 你可真不要脸 张小云 你怎么能跟妈这么说话 妈这么做不也是为了我吗 你还好意思说 我告诉你 就是你让你姐夫最伤心 这么多年 你姐夫没少帮你 你上学的学费 生活费 哪一样不是你姐夫给你拿的钱 你毕业了 你姐夫还给你安排的工作 你可倒好 你上班第一天就把老板打了 你咋那么厉害呢 你凭什么那么说我 这都是他作为姐夫该做的 我又没有逼他 况且我打老板是有原因的 谁叫他让我干活了 就你这样的 你还能做什么 我做什么不做什么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抓紧把钱给我拿出来 要不然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够了 你们有完没完 我是不是太惯着你们了 姓王的 你少跟我大呼小叫 你算什么东西 我尊重你 我喊你一声姐夫 我不尊重你 你算什么东西 我算什么东西 你可真是长短事了 亏我还给你姐说 等大奖对了之后 拿点钱帮助帮助你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给我滚出去 姓王的走就走 我们家到时候一拆迁 也是百万富翁 谁砍得上你那三千万似的 你有钱能怎么样 老子依旧看不上你 就这样 小舅子和丈母娘 灰溜溜地回去了 回到家后 却看到工人们都罢工了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怎么还不抓紧干活 要是耽误了工期造成的损失 你们赔得起吗 大姐 你这后续的工程款不打过来 我们没法开工啊 这要是造成了损失 你可怪不得 我们工头都催着你 缴了好几次的费用 你是一拖再拖 你这样我们也没法干活 我们家房子 马上就要拆迁了 我能差你这点费用吗 你们抓紧给我干活 大姐 我们也是打工的 你为难 我也没有用啊 要不然 你给我们工头打个电话吧 他说开工 我们立马就开工 几分钟后 儿子 你说这可怎么办了 现在 咱们手里也没钱了 我刚才跟那个工头 好说歹说 他都非得让我先缴费 这眼看着就要拆迁了 这样 咱们也赔不了 多少拆迁款了 妈 要不然咱们去求求我姐 现在也只有他能帮咱们了 儿子 你说的对 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那我们抓紧走吧 半小时候 你们又来干什么呀 还过来要钱吗 女儿啊 我们知道错了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拆迁了 可是房子盖不起来了 你们那么有钱 你帮帮我好不好啊 我不会帮你们的 谁叫你们当初那么对我 姐 我和妈都知道错了 现在要是房子盖不起来 我们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一小时之前 你们可不是这态度 我看你们不是知道错了 而是害怕了 姐夫 我对不起你 我现在真诚地给你道歉 你就拿个几万块钱 把我们将房子盖起来吧 况且这几万块 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 你就出手帮帮我们吧 就是啊 女婿 你就帮帮我们 你也不忍心 看我们无家可归吧 说实话 我真是很讨厌 你们这副嘴脸 用得着我的时候 一口一个女婿和姐夫的叫着 用不着我了 就管我叫姓王的 你说你们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女婿啊 我让小云偷你彩票 是我们不对 我给你道歉 可是你就看在 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帮帮我们吧 行吧 好歹你之前 也给了我们六十万 我确实用你这个钱 给我妈看病了 我现在将钱还你 以后你们要是再算计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女婿啊 我的好女婿 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 姐夫 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你不敬了 你抓紧把钱给我吧 浩宇没有说话 只是拿出手机 把钱转给了小舅子 三个月后 妈 咱们房子终于拆完了 赔了我们将近三百万的拆千款 从此以后 咱们也算是百万富好了 儿子 你别提三那个数字 你一提我就想起来 你姐夫的三千万了 那三千万本来应该是咱们的 一想到这 我这心就疼了 妈 你别提那个姓王的了 一提他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竟然敢让我那么求他 我长这么大 什么时候求过别人 真是气死我了 这件事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对儿子 那个姓王的太过分了 不过 妈听说他开了家饭店 妈给你出个招 保准让他赔个底朝天 妈 你到底有什么好主意 你快告诉我吧 于是 丈母娘就将自己的计策 告诉了儿子 妈 你这招简直太高了 姓王的 我要让你为自己的 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一个星期后 儿子 妈教你的 让你姐夫破产的办法 你做了吗 你姐夫的饭店 现在生意特别红火 你可不能再拖了 妈 你放心吧 我这边已经联系好了 这几天 我就会在他旁边 再开一家饭店 饭店的我也联系好了 你放心 到时候绝对让那个姓王的 上一次热搜 又过了一个星期 老公 你的饭店 现在生意怎么样了 老婆 咱们饭店 现在生意特别红火 每天都有回头客 都说咱们的菜 特别合他们的胃口 真的吗 老公 那恭喜你啊 是啊老婆 咱们虽然中了三千万 但是也不能坐吃山空啊 这回可好了 咱们也有自己的产业了 不过我旁边 最近又开了一家饭店 已经在装修了 看样子 好像规模不小 没关系的 老公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行了 而小舅子这边 张哥 你这里都装修好了啊 真是够气派啊 还是老哥 你有实力啊 小宇 你这不是跟哥开玩笑的吗 你可是现在数一数二的 探店大网红啊 你这一句话 就能决定这些饭店的兴衰 老哥跟你可没法比啊 张哥 你过奖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真的要这么做了吗 对 谁叫他曾经那么对我 我无论如何 也要让那个姓王的 赔个底朝天 你放心 只要你好好帮我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行 张哥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第二天 小舅子就带着自己的网红朋友 来到了浩宇的饭店 优贺 这不是小舅子吗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姐夫 咱们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我这都想你了 确实是好久没见了 自从我帮你家盖完房子 你们拆迁得了三百万赔偿款后 你都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和你姐 哎呀 姐夫 我那不是忙着呢吗 你的大恩大德我时刻铭记在心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你看 我这不是带人来帮你做宣传了吗 这位是 姐夫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发小 现在可是数一数二的探店网红 我想着让他帮你做一下宣传 这样你的店生意不就会越来越好了吗 我说他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原来之前刷到过 算你小子还有良心 嘿嘿 姐夫 那咱们就开始吧 你抓紧把你们店里的招牌兜上一份 让我兄弟好好给你做下宣传 行 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厨房 办小时候 小舅子 这菜都上齐了 你们开始吧 姐夫 你先去忙你的啊 我这兄弟得整理一下思路 一会我喊你 那行吧 小舅子看好一走后 赶忙掏出准备好的调料 对着菜品就洒了进去 小宇 按计划行事 你抓紧取证 好嘞 张哥 你这招太厉害了 这里面又是蟑螂 又是钢丝球的 他们家顾客还这么多 这一下子 肯定又是下一个热点 这都是小意思 抓紧吧 一会被那个姓王的发现了 十分钟后 张哥 我这边都弄好了 你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小舅子听到后立刻变了脸 大家火都来看啊 你看看这家做的都是什么菜啊 这菜里面竟然有蟑螂 还有钢丝球 头发 这也太不卫生了吧 这家店大家以后都不要来了 这吃坏了可怎么办啊 经过小舅子这么一喊 顾客顿时闹成了一团 浩宇也闻讯赶来了 小舅子 你这是做什么 你不是在做宣传吗 王浩宇 你看看你自己饭店做的东西 这也太不卫生了吧 我真是没想到 我都提前和你打过招呼 要给你做宣传 你做出的菜品竟然还能这么不卫生 你平时给顾客的菜是不是都有点料啊 真是恶心 一想到我之前吃的可能是加了料的菜 我就想吐 就是啊 这老板什么人啊 怎么能这么做生意 不可能 这分明就是你放的 我没想到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 你竟然这么对我 姓王的 你还狡辩 东西在这放着呢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给我滚出去 你爱去哪撒野去哪撒野 别在我这捣乱 各位顾客 你们要是饭菜中发现任何不卫生的东西 拿过来找我 我给你退一台试 两天后 浩宇发现自己的店铺 无端多了很多差评以及谩骂 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小云打来了电话 老公 大事不好了 我发你的视频 你赶快看看吧 浩宇疑惑地打开视频 可看到的内容 却让他十分震惊以及愤怒 视频标题为浩宇饭店店大妻客 顾客吃到蟑螂 老板还口出狂言怒骂顾客 一时间各路媒体纷纷转发 网友群情激态 而此时的小舅子和丈母娘 却幸灾乐祸地来到了这边 姓王的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怎么样 现在饭店没人了吗 你还敢过来 这一切还不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就不明白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黄浩宇 我告诉你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谁叫你当初让我那么求你 我长这么大 什么时候求过别人 老太婆 这一切是不是又是你教她的 对 就是我教她的 你能怎么样 不出几个月 你就要倒闭了 你现在跪下来求求我们娘俩 我俩倒是可以帮你说点好话 对 我妈说的对 还有三千万 你必须得分我一半 你们这群白眼狼 还惦记那三千万呢 真是得寸进尺 你们等着吧 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第二天 小舅子接到了发小的电话 不好了张哥 你姐夫店里有监控 他把监控内容发出去了 这一下子 大家都知道 是你故意塞葬了 现在连着我也被牵连了 这群网友 现在又疯狂来骂我了 你说 我可怎么办啊 怎么会这样 你别着急 我想想办法 电话挂得好 小舅子竟然直接将发小拉黑了 而此时的浩宇 看着视频的评论笑出了声 小舅子 你好好享受吧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妈 怎么办啊 我店里现在差评好多 根本没生意了 现在我这店一天得亏两万多啊 儿子 怎么会这样啊 之前还不是好好的吗 我坑我姐夫的事情被他发现了 他还将监控公布了 现在我成为了众矢之地 浩宇饭店还一直在做活动 价格特别低 我本金没有他多 我根本竞争不过他啊 再这样下去 别说咱们手里的拆迁款 最后我都得负债啊 妈 你快想想办法啊 儿子 你和我赶紧去求求你姐夫 让他把你饭店兑下来吧 就这样 母子二人又找到了浩宇 老太婆 你们来干什么 又想做什么坏事 女婿啊 你放过你小舅子吧 他那个饭店 被你挤兑的 根本没有客源 再这样下去 我们家拆迁款都要赔光了 你就看在 我们是一家人的面子上 你把你小舅子的饭店兑下来吧 我们真支撑不起了 你现在还有脸说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心自问 我对你们怎么样 我处处想着你们 你竟然还叫做你儿子来坏我 想着让我破产 天底下有你这样当丈母娘的吗 姐夫啊 一切都是我不对 你就别说我妈了 好歹她也是你长辈啊 我可没她这样的长辈 你稍道德绑架我 姐 你求求姐夫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给你们跪下还不行吗 你别叫我姐 我没你这样的弟弟 你姐夫那么帮你 你竟然还这么对你姐夫 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姐 可是你们要是再不对下我这个饭店 我就要欠一屁股债了 你们那么有钱 也不差这点钱了吧 你就三百万对走就好了 我求你们了 是啊女儿 妈也求求你了 你就替我们说点好话吧 你从来没有拿我当你的女儿 从小到大 你眼里只有我弟弟 只有我能给你们带来利益的时候 你才会想起我 我不会再向着你们了 以后我也不再是你女儿 你们赶紧走吧 你们赶紧走吧 我可警告你们 你们要是再赖着不走 你陷害我的事情 我可就找叔叔了 到时候你就得进去了 孰清孰众 你自己考虑吧 小舅子和丈母娘听到浩宇这样说 只能灰溜溜的走了 后来 小舅子的饭店 以极低的价格对了出去 经过此事 小舅子不仅将拆迁款挥霍一空 还欠下了一百多万的外质 最后只能每日辛苦打工还债 而丈母娘却无法面对这个结果 打病了一场 落下了半身不遂 你们支持姐夫和姐姐的做法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